新一集 QA 不太多,馬上有問題 阿希就問我們 Sony 35.4 G Master 短期內 會否出現新一代 因為它本身打算買 Sigma Z 32 但又覺得 擔心淺景深在城市的時候 淺景深不夠後面都會很雜亂 還是我們會否覺得 如果不選 35.4 G Master 的鏡頭 選這支其實都夠用 會否出現新一代 我覺得有段時間都不會 如果你計定焦的 GM 鏡頭 最耐力是 85.4 Gm 要更新的話 應該也更新了你 當然,要出一點點2的同行 大家都吹得很癢 因為Nikon 35.5 都未出現 你覺得再大一點光圈就知道 所以其實它沒必要這麼快就出現 對,我也覺得不用等著 但你說 35.5 G Master 的 2 光圈 會否拍出來 對比起 1.4 G 會立即 背景會立即飛 我覺得不要這樣想 你拍在一起有一點差距 是有分別的 但不至於是真的 勾得那麼緊要 不會分別是 見到個人和完全見不到個人 對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你都不是說 去到追求一些那麼極致的東西 其實你用這支 35.5 G Master 的 2 光圈 已經是很夠做的了 仰助線都可以 我寧願你這樣想的時候 就不如想多一些其他招待 還有我覺得 有時候雖然你說街拍 但是我覺得 構圖上 你可以追求多一些自己構圖 其實可能你走左一步 走右一步 走前一步 走後一步 其實構圖已經有分別 尤其是可能幾十年前 那些著名攝影師 為什麼拍照這麼漂亮 就是因為他們的限制反而大 那你就會想多一些 當然我覺得 不是說 現在錢解決到問題 當然不是問題 但是我覺得 這個差距 就不是錢解決到問題 還有追求自己的技術 我覺得都是 構圖的一些創意念 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 攝影 一個好玩的地方 是的 還有看回很多 大師級 都不是靠錢經心 來出名的 所以 玩盡一點 到有一天 你忽然間覺得 完全不夠的時候 才再考慮 反正 你剛才問 有沒有快出第二檔 我們都覺得 沒有快 我覺得光影球圖 比一級光圈 是的 太少了 除非他有一天 忽然間出資1.2 甚至日光圈 你再想到未遲 不過到時候 你可能驗他太貴 或者太大支 下一題 Oliver 問 請教一下我們 有什麼方法 把A1和A7S3 白屏 混合在一起 因為 覺得 拍出來的色彩 始終 A1 會比較紅 和比較濃 想問一下 會不會 他會 他自己試過 調整個案子都調整不到 想問一下 有沒有方法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 都是 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Sony 都幾難搞的問題 就是 它就算用同一塊 感應器 它不同的機種 不同的型號 都會 用同一支鏡頭 拍出來的東西 都會有少少不同 我都試過在同一個場景拍片 有一部FX6 然後有一部FX3 還有一部A7S3 三部機 其實都在用原廠的鏡頭 但其實 拍同一支鏡頭 是完全不同顏色的 你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 我想不明白 可能不知道是否 他經常被人說 他的鏡頭尺寸不好 他每一代都改 是的 但是我覺得 最瘋狂的就是 既然新一代改了 為什麼舊一代 不用Frameware 更新 他就沒有這樣做 不知道是否這樣的問題 但實際操作 那件事就是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都 在當下 很幸運 因為其實是一個 類似直播的事 所以可以在同一個螢幕上 看完三部機的顏色 差很多 其實 要慢慢調 都要互相微調幾百K 又加加減減少少紅 才可以叫做盡量似 但做不一樣 還有其實 如果你真的對於鏡頭有認識 你都會知道 有一個現實就是 其實兩部機都好 同樣的機種 同樣的兩支鏡頭 在同一個環境的時候 如果他們吃到一些燈 即那個Fair 其實都會影響 這支鏡頭 或者畫面出來的顏色表現 好像有時候室內 有些射燈 這一部機吃到那隻射燈 這一部機吃不到的時候 都會令畫面可能會有少少偏色情況 所以 這些都是一些變數 不過我覺得 可以試一試 調整不同的畫面 可能某一個畫面 會接近些 有機會 我自己覺得如何 其實它是故意 每部機都有差別 又不幫你改變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不能說 但鏡頭也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尤其是 剛剛說的例子 就是用了原裝的G Master鏡頭 都有偏色 但是試過用一支 又不算低級一點 那支18-10的電影鏡 那些顏色是淡很多的 雖然鏡頭是二萬多元 但是對比起一些定焦 你都很明顯看到顏色上 就已經有分別了 更加不要說 White Balance 有沒有分別 所以這些是很難處理的問題 而有在現場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 就是用同一支螢幕 去到同一時間 看不同顏色的相機 出來的表現 再看看可不可以即場 去到這個程度 已經有另一個問題 會不會它HMI的輸出都不同 你真的很難說 我都不敢說 完全沒有問題 但真的因為中間實在太多變數 只可以說盡力 盡力 下一題 GM問 想要一部低光相機 想高ISO得利又要乾淨 畫面 想問除了A7S和縮小版 我猜它縮小版就是ZV2日 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平時都會在海上拍攝 Time Lapse 和普通星空 現在這部機器 譬如用到40秒快門 時間長會有很多紅點 即是說Hotpex 應該是 紅點多數 但其實去到40秒 很多機器都是有的 認真 市面有些軟件 是幫你搭照 你可能拍幾十張 曝光擺明不夠的照片 總之你的快門不太快 接著它幫你搭後搭後 它的噪音是少很多的 為何這樣呢 就是為了避免Hotpex 因為所有相機 到現時為止 所有相機 當你的快門 慢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它都一定有Hotpex 這是暫時不能避免 唯一就是 它可以盡力怎樣幫你避 就是 譬如你拍一張三十秒的照片 接著它會重新 在不曝光的情況之下 多拍三十秒 就估計當時的感應器 Hotpex在哪個位置 就減回Hotpex的位置 但是這個真的有少少 一來你會很慢 拍三十秒的照片 變成要曝光一分鐘 二來就是 我覺得有少少斬腳 這種方法我覺得不精準 應該這麼說 所以我覺得你不如試一下 用我的軟件先 至於機身 我所理解 因為我自己沒有用HX的 HX是沒有用過的 我有聽過不少朋友說 其實它拍片是滑 但是拍照都會慢慢地 即是那個歪數 我都沒有很認真地去 拿一部A7S III去拍攝 星空看看是否特別正 但是始終它只有1200萬像素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 夠用還是怎樣 但是 是否真的要這樣用呢 真的要你自己才知道 你說是否 它的相機拍出來 高歪數比其他相機 會好些 一定是 但是又 我又覺得 沒有至於會飛 即是不會是 拍完之後 你會立刻有一種很震撼的感覺 尤其是你說在海上拍攝時間 我真的不太理解那件事 怎樣運作 而且你說曝光去到40秒 那 那是否真的要用到40秒呢 還是其實你用一支大光圈的鏡頭 去減低那塊門的 不是 現在是 加快那塊門 對 減低那塊 是加快 用大光圈的鏡頭 加快那塊門 減少HopX出現 好像是更實際 是的 而且 你的ISO相對又可以用低一點 是的 其實很多人都不是用到這些光圈的鏡頭 去拍攝 去拍攝聲空 別人的聲空都很漂亮 是的 所以我又不覺得 你很刻意地 選擇一部低 低resolution的鏡頭去拍攝 是的 而且你看到很多拍攝聲空很漂亮的 其實都是後製出來的 是的 現在有哪個人 或者哪部機器可以 直出一張聲空是很漂亮的 真的很少 首先 香港已經很懶 還有有時聲空的顏色 都是後面加上去 是的 你本身是否也拍到黑白 又或者一些很細節 其實都是搭上搭出來的 是的 所以不如你試一下 用那些軟件 學一下搭上 可能你會發現另一個世界 不要太充到買機 是的 下一題 Darren就問 現在正在用Canon R6 有幾支鏡頭 50.8、3.8、16、2.8 以及一支7284光圈 都是拍攝生活照 有家人、旅行 現在想入手一支24-72.8 會否整個實用性會提高了呢 以及想知道大三元的鏡頭 會否這麼快出第二代呢 想我們給予一些建議 會否需要等下呢 另外剛新出的那支200-800 都有興趣的 還是買一支100-400 我猜是100-500 是的 是的 OK 先前面吧 標準Zoom 用24-72.8 你覺得如何 首先我自己真的不會 如果純粹拍攝家人的生活照 我真的想不到 甚麼理由要用這支24-72.8 有少少重 以及有少少體積的鏡頭 雖然你說我自己這樣用 又不至於重到覺得不想用 但是拍攝這類題材好像真的沒有需要 它好像現在暫時無反的24-72最重的 你有沒有記錯 但都不是特別重 那也是 但是又好像沒有這樣的必要 不過我覺得Canon有一個問題 就是標準Zoom 你是不是有很多支可以選擇 是的 因為你又沒有副廠 那它又很奇怪 那幾支標準Zoom 要不就炸得很厲害 要不就很厲害 它沒有中間 是 我反而覺得確實是一個問題 是的 都是很難搞的 因為你想推一步 可能用一支24-105 但其實24-105的尺寸和24-70 又好像差不多 對 差不多 一進去就變成超小光圈24-105 是的 但其實那支20號不是小很多 所以就變成有這樣的選擇困難 是的 但是我真的不建議 尤其是你本身都有幾支定招 其實是否用幾支都可以呢 還是你真的很有需要 要不斷變招來拍一些 我反而覺得它運動 可能真的經常換鏡 覺得有點煩 我覺得它有這樣的感覺 是的 不如如果現在 我覺得反正也是 你的定招都在那裡 即是大光圈的 不如買24-105吧 Zoom多一點 光圈是小一級而已 但是如果你說 在不換鏡的前提之下 它是方便一點的 是的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永遠都是 最差那支 不太重要的東西 如果真的想有支變招 就寧願是便宜到盡 或者是最便宜的那支 輕到盡 這樣選擇 24-105小光圈那支 都很輕的 都可以想想 小一點點的那支也確實 是的 但是光圈又真的小得很重要 不過Canon 不知為何近年都不斷出一些 浸控鏡 又或者不知道 到我們這集出的時候 會不會有副廠 會不會開始有消息 希望它 希望快點有 其實它 這年多都是被人罵這些 是的 其實有些傳聞說 Sigma 可能會有 傳了一兩年 但是不知道它 我覺得也是時間問題 希望明年CP Plus 起碼最遲CP Plus 會有相關公佈 是的 希望 我們都不想Canon這樣走下去 是的 另外 文字 288爆 其實我們覺得如何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我覺得非常好 非常好 是的 出街的時候 都不怕說 出街的時候 都已經出片了 片我們都出了 現在這一刻 其實錄影這一刻 我們已經玩過了 雖然我們暫時這一刻 我們還未說 不可以出去住 但是實際 我們玩過 我自己覺得 認真 它真的大致 尺寸的 而且它的平衡 是不一般的 你一移出去 頭部有少許墜 這不是長嗎 是的 可能它最前組的玻璃是重的 所以一移出去就明顯 但是 除了這類 我覺得沒有東西好彈 多小一點 重點就是 比8mm 11那支 它真的明顯是 那支算 那支根本不受算 起碼只是變 不要說這支的光圈 都大過881 我只是有變焦 都比它幾十倍 是的 認真 我覺得它出來 如果跟隔離廠比 應該跟別人的 268 或者是10680 我又覺得 淺差不多的時候 雖然這支光圈小一點點 但是我又多了200mm 就方便了 它唯一的現實就是 同樣 大家在600的時候 它就是輸了光圈 低於一級光圈 是的 但是 但是現實又是 它又多了200mm 是的 還有你不怕 沒有很多間 是的 好像你 假設你只是用完廠的東西 即是100-500mm 加一個Extended 其實光圈又不是差很遠 是的 你不是當隔離廠的 268mm加了1.4mm 類似 真的差無幾 但是它的質素 是以一支 其實都算是入門鏡 是不錯 是的 它的價錢 不過拿外出就真的 有點煩 它真的大致 是的 我不知為什麼 不過沒有 前面的玻璃就是要這麼大 沒有辦法 但是值得考慮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假設它想跟隔離廠打 它要600mm做回6.3mm 它又會再巨型很多 變相在88mm的時候 就會是 再巨型一點 更大很多 現在我都醃它大致 是的 可能會變成 88mm 那邊有8或者7.1 88mm 我想人們搶了一次 但是你想想 其實本身一支 88mm F8 或者是 88mm F7.1的鏡頭 都已經不細支了 你看回Nikon 88mm F6.3mm F8 都已經這麼大了 那支又不同 那支還要PF 所以其實如果它要做到 是200mm F8 中間是600mm F8 那時有6.3mm F8 其實真的會大很多 但是如果用200mm F8 那200mm F8 忽然間它縮得很小 這件事很奇怪 我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有時候Canon 可能會做一些穩妥一點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 真的不穩妥 可能沒有人罵 它很奇怪 自從入了無反之後 它出了一些鏡頭很極端 它沒有一些 認真說 大部分人都是選中庸之道 因為我不會買最貴的東西 但是我最差的那些 我就覺得濕入不甘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中庸之道那些鏡頭 但是它沒有什麼 它轉了RF之後 不要說有沒有飛完廠 它自己也不知為何 都是這樣出 也不太明白 希望它接下來會生性 希望 不要出太多針孔 不過應該都出到盡 出了這麼多針孔 都是時候出回正常 最後一題 各位這麼有趣 Made in Hong Kong 就問相片 output的問題 用lightroom 想問一下 現在用社交媒體 普遍都是用1080x1080的照片 或者最多都是1920 可能1920x1920 想問一下 應該自己重新設計 去配合社交媒體 還是讓社交媒體 自己重新設計 相片質素會好一點呢 另外再問 如果拍攝的參數 一樣 一部是6000萬像素的相機 另一部是低解剎 可能是2000多萬像素的相機 拍出來的相片 再放到社交媒體 看看會不會有分別呢 還有如果有的其實差不多呢 先回答第一個 你覺得自己重新設計 還是有整張放上去 讓它重新設計 其實我現在看回自己的IG 我真的看不到 某一些相片 會不會有什麼解像度的優勢 我就是一個極度懶的人 他是不是都重新設計 這麼小給你 但是我上載的時候 我是不理會 有它自己重新設計 還有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什麼機器都玩 那不同的像素的相片 都會這樣放到IG 在這裡這樣抹大來看 沒有什麼分別 還有就是 有一些相片 其實是在我之前 因為那些舊相片 我找不回 就在我自己的Facebook裡面 找一些本身上載了的版本 再下載下來 然後再上載 再放到IG 我都經常做 這樣去看 那些相片和新上載 去完相片 其實解像度都分別不大 其實我覺得是 尤其是IG 因為他主要放相片 其實他在重新設計 這些位置 其實他已經做得很好 因為曾幾何時 我記得都十年八載之前的事 就是有一些朋友 外國朋友發現 如果你上載一些相片 上Facebook 當時還是很流行Facebook的年代 Ig 都是有人用的 但未有現在那麼熱的 那個年代 就有人發現 原來你重新設計 去某一個解像度的相片 再上載上Facebook 是更漂亮的 但我相信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因為你始終上載上去 他自己的系統 有重新設計 他已經做得好這件事 所以現在其實你無論上載了 除非你解像度太低的相片 否則你上載什麼尺寸 其實它的質素 顯現出來的質素 也不會太差 至少不會是一個 你肉眼很容易分辨到的分別 所以我覺得 如果貴方便 其實你原上載上去都可以 但我個人來說 我通常都會resize 因為我上載上去 一來 我本來多數都是有收拾過 起碼要推一下少許顏色 推一下少許光暗 以及收拾少許瑕疵 反正都是 不差再做resize 第二就是 我很怕上載一張相片 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如果你的相片本身很大 它會上載很久 如果你上載一些小的相片 就一下子已經上載上去 我又喜歡這樣 感覺多些 我反而沒有那麼留意這些 還有就是 因為我的人數太懶 我就做少一步 你手機搞就會這樣 一定會這樣 手機搞我都會直接上載 但如果我電腦上載 我就會 怎樣都搞一搞一張相片 對 所以我覺得 做不做resize 這件事 對於在你的app中 應該影響很小 但反而是你後面 你保留一張相片 留底的時候 就會有些影響 你resize 之餘 其實可能你要做多一件事 就是留一張高解像的底 給自己 是 我一定會 因為我認真拍的話 我多數wall價最便宜 wall不會搞到 所以問題不是很大 另外他也問 如果差不多相約 如果用高解像的相機 跟低解像 做數的相機 會不會有差距呢 我看不到有分別 其實都是一樣 跟前面的一樣 其實不會有太大分別 我現在看IG裡面 一張用GFX100 MART2來拍的相片 其實跟其他上載的相片 沒有分別 你很少會有兩張幾乎一模一樣的相片 去比較 你一個環境 只會用一部相機去拍 其實你拍完 你不會故意在旁邊拍一部 當然可能在我們角度會有 例如做測試那些 但一般人不會故意做多一部 這部A7R 和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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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當有分別小到很難才能看到 其實都是當沒有 如果比較壞 我一個奸商 如果真的A7R5拍出來的東西 上IG比A7R4更好 我會拿來做賣 如果是Sony 但譬如隔離廠某某機器 四千多萬長數那一部 我肯定用網軍幫我這樣說 因為外國很流行 香港我覺得沒有太多網軍 但我知道某些地區 某些品牌會用網軍去搞 這些地方很高 總之不在香港 香港網軍成本太高了 所以香港不會人人做 香港人普遍會傳出去 譬如如果有人請我做網軍 我一定會私底下放哪個牌子 做一些壞事 保守不到秘密 自己都爆出 某一些地區的人 可能根本都不會說 因為他們反而覺得可能是理所當然 但香港人覺得不是理所當然會說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太相信 香港我知道有些公司 專門幫人做back mouth 但很少 而且都比一兩間出名 成本多大 我想他們都是聘請上面的人做 高地的人做 他們不會在香港做 但他們接生而會在香港接 某些人經常覺得 很多事情用錢來解決 是解決得到的 實際上 很多人用無謂錢來花 都是 而且如果你找香港人幫你做back mouth 我覺得成本都應該挺高 你以為是幾號子幫你發帖 你給我我不會 起碼給我幾十元一哥 幾十元都不行 但是 都有的 但多數自己做 但是 那些可能都是控制 三幾十個戶口 那些網軍真的很瘋癲 如果真的認真 那些網軍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在舊公司做的時候 我隔離隊員 因為我不是做admin 隔離隊員會遇到 會知道 你真的完全 你看他 就知道他們是網軍 但是你沒有辦法 detect到他 找不到方法 證實他是網軍 但是看他的內容 就知道 這些人說話的pattern 方向完全和出現的時間 都是很接近 但是 你除此之外 你其他data 都不一樣 你很難 很難 強硬說他是網軍 那些都很瘋癲 但是 不向這裏分享 不向這裏分享太多 反而相機界 其實很難有這些 因為說真的 沒有錢 他們自己都沒有錢 還在浪費這些無謂錢 沒錯 不如拿來賣廣告 去訂一個地鐵站 可能更多 現在整個電車那些 整個電車banner 比你更便宜 絕對 絕對 好 今天 題外話說多了一點 今天先聊到這裏 下次再講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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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